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1月20日 星期一早上的節目 看隔夜美股方面 繼續維持相當的強勢 我想大家都沒有意外 繼續憧憬 中美搞定的情況之下 全球內地的數據又好 其實都可以撐到 外圍都未定 對外圍來說 確實都會是一個利好因素 看回美股三大指數方面 畫面見到 道指隔夜升50點 29,348點 S&P500指數升12點 3329點 立斯打指數升31點 9388點 三大指數升幅 0.17至0.39 百分點 雖然升幅不是很厲害 不過你看到 好像道指為例 繼續創新 而且成交都可以 下面灰色那支棍棍棍成交 S&P500指數方面都是 小羊足一支 成交OK 進入超買的階段 當然 超買很有壞 超買證明現在不是一個低位 不代表是頂位 同時間亦證明有成交 各樣動力的配合 買上的 純粹是立斯達克方面 開業是開業是9392 收業是9388 輕輕陰了四點 不過我想相當之微不足道 這裏不需要特別多說 美股三大走勢 都和大家說了的時候 看看業績 因為蘇開展了業績期 Visa 即是出了業績之後 各樣情況 他宣佈收購一間金融技術初創公司 升了1.8 提升了指數方面 如沒有特別大動症 經濟方面 聯儲局方面 特朗普方面相對較靜 在剛剛這個週末 相反可能與特朗普和聯儲局相關 少許因素 不過不影響到市場 特朗普會提名兩個人填補 現時聯儲局理事的空缺 因為Judy Shelton 和Christopher Waller 較早之前就出脫了 好了 應該說兩個人出脫 就提議這兩個人去補償 好了 儘管留意一下 真的補了上來 再看看是鷹派甲派的情況 因為現在還未曾提議 再知道鷹派甲派的時候 就知道 對於市況來說 會不會多了重陰霾 還是各樣的情況 好了 當然事不宜遲 我想大家都最關心就是港股這邊 開出了 自從上個交易日 能夠企穩了29,000 樓上 收於29,000 大概60點左右 近的位置的時候 正式做到一些 企穩你們心目中很重要的 齊頭關於29,000 當然其實它還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譬如 我現在隨便開過恆生指數 然後才講過股 如果你說恆生指數 再挑剔一點的話 不過我想也不需要太太鼓頂 其實這裏應該是29,140才對的 29,140站到才算是突破 不過我想大家 尤其有印象星期五 美市時有一隻股份升了上來 而那隻股份正正因為它升了上來 我想市還有多一段 因為它完全未起步 所說當然是中國平安 現在繼續升1.4的百分點 1801 心想好像很久沒見過1801 不是很久好像 是簡直從來沒見過 這是歷史信徒 是1996、1998這些位置都有阻力 半年了 它沒有走半年了 老實說 沒有走半年突破到 雖然一不是不突破 一突破就4元 老實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鹽多、不追 但是你想想 當其他股份 當然很多股份跌得金、升得金 但問題是這隻股份完全沒有動過 突然之間橫行一個由4月到1月 整整幾多 2、4、6、8、10、10 近乎10個月 9個月最少到的一個橫行區 你猜會不會只升4元 這麼簡單 完全是順利地突破橫行區的股份絕對要看 以我自己過往的經驗 譬如這些位置 7月25號 就叫96元那些位置 數一成上去 96數一成 即是等於多少 加多10元上去 那就大概98、90 98那些位置 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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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幾多 108附近 那些位置 自己去留意一下 不是啊 神經病我計算108 加多都不夠10元 加多9元上去 是不是 繼續就是105 105、106附近 先當著 假想一個 叫做參考為止 當然 破頂不估計 好了 我都輕輕 update 大家的資訊 譬如看看 匯約成交榜 哇 哇 中移動 升5% 真是害怕 中移動 都移動 終於移動 5.7的百分點 去到70元齊頭 看看圖表 如果這隻都升 真是不得好說 一下子來到這裡 即是說 幾重底位 恭喜大家 雖然老實說 真的不值得恭喜 我想你拿著貨 隨時在80元下來的時候 你心想 供什麼起 就是拿輕輕震慶 其實我也很害怕 藍燈籠 飄高高掛 到時才算 不要來 我看看農曆年前 有沒有套利 大家可能已經在買年花 扮年貨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知道 挨近 節日的 還有小米升至2.5% 13% 5.8 超過1% 永達汽車升至2.3% 3669 9.2屆 永達汽車 另外也升得多 中國生物製藥 上個交易日 就開始兩隻藍籌若股 不知是否 受惠了大量採購 因爲去盡 樣子很漂亮 雙底升穿頸線 這個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節目應該都說過了 好了 剩下廣告前 最後這三兩分鐘左右 要說這一隻 成家阿榜上 暫時 No.1 這隻有813世貿房地產 30.2 跌了5.9% 46億成交 我想 都不用多說了 應該大家都明白 內房抽水潮 終於都抽到它 那麼大一手上板的情況下 誰都知道是配股 西房在上個交易日 完全沒有參與 因為停牌了 先舊後身 配售1.58億 配售加29.58 距離現在就有7毫子左右 下了過9之後還有7毫 看看能否收到 停牌前 折讓大概是7.8% 現在是低害5.9% 即是有1.2%左右 集資格46億元 用來項目開發 上還債務 一般營運資金 簡單說 就是棄樓埋樓 正路的資金方面 完成之後 配售人 主席許榮謀 持股就會由69.64 坦白至66.46 即是叫做 不是膽遲 是坦白了 因爲增了 撥了出來 都是的 先舊後身 都是的 可以叫做減遲 總之是籌錢 46億元 內房近日相當密密麻麻的籌資潮 配股骨髓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爲什麽我在 上個禮拜 不知道是三還是四 曾經炒過一天 內房 我心想 各有各看法 當然 你説整個一月沒有炒過 對的就是 所以當資金 如果是都不願離開市場 而是要勾勁找東西輪動 你想想 忠生石藥都炒得上 有什麽炒不上 炒內房 內房畢竟有銷售數據 但是它有很多逆風 所謂Head Win 就是你配股 要是配股要是發債 雖然從企業的層面來說 補充資金可以 降低債務的比率 周轉各樣東西 你都想它 叫做健全的 但是問題在於 作為小股民 有時防不升防 突然下降低了半成過外 低了5.9% 所以這些大家都要關注 好了 恆生指數低海110 2.919169 我們去廣告 廣告之後 我們回來看看 開市的表現 以及你們的問題 稍後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歡迎Vivian 我看到市場 其實都繼續在上星期收市位 都賠賠了 都是二萬九左右 沒錯 剛才說成家房上有一隻細貿 上星期已經出了賠股消息 沒錯 上星期停牌 未能下跌 今天 都開始很迫近配股價 而是跌6.6% 沒錯 剛才一度跌近7-8分點 就在捱近配股價 短線一定會受影響 因為始終 我想在行業上 一來就變了 有少少陰謎 擔心一隻配合到一隻 雖然你反過來極樂觀地想 就是配合了 即是 掃清了陰謎 短線 應該不會像若名生物一樣 每隻都兩個月配一次 三個月配一次 你都可以這樣想 但是老實 你想一下 過去 A配的時候 B也有份 可能回一回 或者沾沾沾沾沾 雖然它自身配完 側邊配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上星期也有令到內房股有受壓 例如看1918 現在的情況 都受壓一點 今天其實是企穩的 內房雖然不是每隻都幾個月配一支 但是幾個月都有一單 兩個月有一單 又來配 是呀 都很慘 是呀 但是我想一路大家都知道有這個風險 但是又繼續去追 因為基本數 我買 我知道你是普通的 但是問題就是 有時有些銷售又真的很高增長 可以全年達標 又再抬高 今年繼續 好像去年一樣 又不是太擔心資金鏈 板塊又很多 又破了頂 多頭排列 確實也有些看頭 不過我想大家都 最近一月到現在 你留意一下 風格 都是暗一點的 趨極都吹不起內房股 是啊 我已經看到Michael有貨 快一三 是呀 他說不用放的 那他多少錢 26元有貨 現價就29.90元 這樣也賺4元 老實我覺得 你說呢 如果你說在價位上 其實都是回到一月初的位置 如果你說走勢上 今次都算是首度穿了20天線 除非下午上回去 是啊 我覺得不清晰吃一半 都是那句 一倍 整件事又慢了 又沒有動力了 那你沒有動力的東西 你知道現在的市 是輕輕含含的 你知道美股日日破頂 港股都不差的了 29.90元 雖然現在高開100之後 輕輕倒跌了 但是你知道市 是肯的 肯升的 變成有時 留下在這裏 除非你不是短炒的人 否則 你留下在這裏 跟它磨 不如找一隻當起 所以我自己 都會這樣考慮 可能如果換轉是我 我會想一下 究竟會不會吃一半 雖然白日三 都挺受損 在內房裡頭 如果說強勢 但是吃一半沒有壞 是啊 就算現在說 想看多一會 最多就看上午播 怕人們都爭著沽火 其實上午時候 是啊 你記住我不是猜到有多少downside 可能真的來到線位差不多 但是我猜到它要多久 才重拾活力 一沒有活力 我就已經嫌棄了 因為現在市其實都推得很快 Michael 會負責 他說是否要轉到2318 我們正正 都要說 因為2318 上個星期收市的時候 林近都已經有 升了四萬 沒有埋 林近收市 你那時回答它是甚麼 買破位 其實它日中已經破了近期高位 但其實如果再看一看 其實創歷史高位 不過呢 今天就有個高開低 今天就開101 現在就99.3 但是不能夠忽視 股份在恆生指數升了 譬如很簡單 我不講完 恆子在26,000升上來 3000點 它可以完全沒有交供貨 所以一個橫行十個月的股份突破給你 我就不信真的只有一天貨 雖然市來到這些位置 確實我是不想買藍醜的 因為我覺得市的upside是差不多 我只講這一浪 我不是講未來 未來 我在不同傳媒 說今年可能三萬就過了 甚至三萬一 三萬一千五 但問題就是這浪已經3000點了 但是它是例外的 因為它真的未走過 而且你就算真是 譬如96元是破壞了 你現在追錯了 輸96元是止蝕的 突破失敗止蝕 最多輸4元 但是上網 嚴格來說叫做無限的 4元在96元的東西裡 其實都不夠半成 但是你可以博到 真是破壞 看你自己心想怎樣去選擇 去年7月時有個高位 就是98元 我覺得如果你想看一個早上 看看下午時是不是都站穩 這個位置就是98元 暫時都站穩 其實雖然回到一點 如果可以在這些位置附近 都是一個不錯的吸納機會 你記住 現在雖然是音速 但是完全沒有 叫做測試過任何的破壞 因為它的破壞是96、97元 那些位置基本上 如果不受考驗的話 基本上整件事就已經上去了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太過 叫做追了的很擔心 在未追的心想 幸好沒有追 其實都未必好 趁現在輕輕下降 盡量挨近破壞 其實都有著數 回到少許都很正常 如果它現在肯下降到97元 我便能撞到它 為甚麼 因為97元 你說不怕它不突破嗎 97回了再下96 我真是當這麼短視 輸一元走人 我當它突破失敗 就輸一元而已 但是真是破過了 破過就證明那個不是不不勞不可破 這樣就跟手就買上了 所以現在越近97元 你們的勝算就是越高 今天暫時是99.1毫半 看看等一下有沒有機會 沒有這麼快下去 亦都這樣說 亦都不是必要要下去才算是底 買貴兩元 有時的東西都覺得值得 好 Michael就想一想 直搏 然後看看其他384 Chan Chan就說 29.3有貨的 上網 近期燃氣股都結束後 有些起色 同業新澳能源 破頂 還有歷史頂 中國燃氣就慢一點 不過呢 都很靚的 你看看有些同業都沒起到頭 Chan Chan有貨29.3 上網 現價是32.3毫半 都是看11月的高位 34.7毫半 同意 這個都是一個平頂 沒錯 那些位置可能會比較大一點的阻力 其實這隻 你看到12月1月有兩個底 在中間有一條頸線 現在都升穿了 都近兩至三天左右 所以是一個都挺好看的走勢 雖然它未至於立刻可以讓你破頂 193你看到同業都不是或者是可以的 更加不用說 1083那些更加 這些圖都未準備好 它又有兩個底 不過它未曾開始去挑戰頸線 193又是 圖就差不多了 你看到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384可以買的 雖然不知道接下來會升得快 升得慢 但是圖完全是合格的 絕對可以買的 那它就繼續可以拿著 舊貨拿著 好 接著看看1873 近期都少點看的 5.11有貨 現價可不可以加 半生股 又是半生股 都立了一段時間 最近可能見有生物 看看自己的那隻有沒有份 5.11有貨 可不可以加 現價4.74 5.11差不多10月的時候 就追高了 現在就有機會 想看看可不可以 早點回家鄉 你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貨 又可以考慮不買 是嗎 但如果它有貨 喜歡它的什麼呢 圖還是基本因素呢 如果生物科技 和本身的 我覺得就是圖 基本因素 就相對不太大 還有醫藥類 很多時就比較看那些供求 就是看資金流 其實這些 所以它說可不可以加 其實我覺得沒有貨 可以考慮買 但如果有貨 我就覺得沒什麼必要 把所有資金 不斷看著同一隻 就怕待會 因為其實它都上方 它又未破到頂 上方都有阻力 最近已經是4.85 我怕 如果你再買 就越陷越深 感覺上這隻股份 膠頭平時好像沒什麼 不多旺 怕不知道炒不炒 現在暫時兩百萬成交 我都同意 基本因素 不是特別出色的情況 只玩圖 其實還有大把選擇 既然拿著就拿 它應該就不像會突然走下去 不過也都未至於 要花那麼多錢在這裡 把握性未必是完全受控 有很多股份 可能資金流 北水各樣東西 透明多很多 容易看很多 然後又看看半身股 2231 Vanisa說現價可不可以入 近期這些半身股 也有很多破頂之損 經營業明邦 上個星期創造了歷史新高 突破了3.3 這也是很接近上市價 3.3 第一天開市價 3.3 上市 招股教的 就是上一位 前幾天突破了 這兩天就落了一點 補充上市價方面 大陽足的收視位 不算是甚麼回 這兩天 3.4 而且如果你說 紫舌位最近 可能就是大陽足收視位 另外重要的就是 這個3.3 如果這裡 已經是 這麼久以來 都未突破到 終於突破 這個位置 如果再穿 那就麻煩了 看著這個位置 做一個指舌位 如果進去的話 是的 大家自己去留意一下 正路就是突破了 再說多次 公司方面 雅生活 副主席的兒子 自己開一檔出來 做一些比較想高端的路線 景觀的當地產 很精緻的項目 從精緻路線 不是從量額 絕對 銷售額不是甚麼 不過就好像很特色 玩設計 各種東西 留意一下 不是很理想 基本因素 不是很首選 不過只看圖 炒半身 好 接著就看恒指 現時都繼續在29,000附近 跌18點 到29,000 先連38點 暫時看到平保度升 所以其實不用等很多 100元基本上 樓下都已經是屬於可以的 現在是99.7 不錯 其他異動的 世貿跌7.3% 有兩隻蛋上來 東陽光升1.1 經訊通訊升8% 東陽光也想跟大家看看 不過這部分不夠時間 我們就中午回來再看 拜拜 拜拜